由槟城年轻导演吴培吉指导的香港悬疑动作片《索战》于1月4日在槟城鸡包之家举行开进仪式 该电影是槟州纪疫情后迎来的首部香港演员阵容最大的电影 这也是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江浩文三年后重返槟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索战》是由江浩文李贤主演 并集结了香港、大马与台湾3D的著名演员 包括香港的高海宁、徐少雄、黄浩然、台湾的林心童、马来西亚的黄诗奇、陈沛江及郭小冬等 制作团队选择槟城作为主要的拍摄取景地 主要是因为槟城富有历史文化的街道及景点 除了能够更好的制造电影氛围感,也是在推广槟城旅游 槟州旅游及创意经济行政议员杨顺兴表示 希望这部电影能让更多的人认识槟城 从而促进槟城旅游业发展 把槟城带向国际舞台 他补充,鉴于槟州在影视领域拥有的绝对优势 槟州旅游、艺术、文化与遗产委员会团队 江生耕电影旅游 以作为槟州旅游与创意经济产品之一 包括古天乐与本地投资者在内 这部电影的总投资额高达500万利级 出品人包括天下一制作有限公司 MK Amusement Sunderam Berhad Mega Flames Distribution Sunderam Berhad Flame Force Sunderam Berhad The Kangaroo Production Sunderam Berhad 及Johnny Gokok Fong 并由Reanimated Sunderam Berhad 及Infinity Picture Sunderam Berhad联合制作 值得一提的是 曾担任决战、紫禁之巅、古获仔等 多部电影制片人的香港著名执行制片人 邓维碧也担任这部电影的监制 另一名监制也是著名的大马制片人傅文斌 团队也找来了当年凭借初恋红豆兵 夺得竞争奖最佳摄影的杨俊玲担任摄影 这部片的看点当然是有非常多好的演员 这是一部在马来西亚少有的类型的电影 就是悬疑然后又有情感 因为我们的故事在讲的就是 Harko演的角色Aaron 他是一个索将 那当然我们讲到索将是在马来西亚 可能比较没有人去关注到的行业 那当然这个行业它很特别的点就是 你想想我去开一个锁 那我就能够enter别人的privacy 不好好运用的话 他可以变成偷窃或是犯罪的事情 那这个Aaron这个锁将他有 他什么锁都可以打开 但却有一把锁他怎么样都打不开 那这把就是他的新锁了 所以就是实际面的开锁跟内心锁的这个锁账 我是Aaron是一个开锁佬 这个开锁佬就是 常常有很多心事的 但是我是师傅 可是我又有很多心事的 我就是师傅的女儿 那我就是刘警探 那我常常找黑哥帮手开锁 那我就是关闻 跟着是神秘轮居 还有同频事演是非常之反差大 还有第一次讲广东话演戏 大家好我是林星董 那我的广东话不好 那我在锁里面呢 跟刘Sir还有我的partner是实验警探 也是一样就是跟他呢 我们是就是老舍的这个Lang啦 然后呢把他一起破案这样子 很开心再一次可以跟一般香港演员合作 然后台湾呢 一起这样子跨国合作的方式来演这部戏 所以希望有不一样的成绩出现 谢谢导演的这个机会 所站将在槟城耗时一个月拍摄 拍摄行程会于农历新年前结束 该电影预计会于2023年年秒在全国上映 韩大新闻记者采访报道